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樣的一個 我們對身心障礙的朋友們這一個支持 跟對他家裡的這個支持 如果單單依靠政府的力量 絕對是不夠的 我們補導他設立 補導讓身心障礙的團體不只是給他一個事 給他調 可是調起來的意義 還是要分享給大家 大家要共同的支持 我們這裡有裁標說 保養室 我們投入14萬的身心障礙的朋友 能夠獲得更進一步更充足的這個支持 我想 這個 這個是太多太多的例子都可以呈現 但我們靠政府的力量其實是不夠主要的 我們很多事情 一定要靠我們社會的社會的好朋友 大家要來修理 大家要來打拚 這樣我再給大家一次 那第二點 我想 在座很多的這一個團體 都有很清楚 簽名的這一個目標 但是我等一下也起來 大家要報告 市政府做一個市政府 他一定是摸權 這個所有大高權 絕大多數人的這一個 這一個權利跟價值的這一個團體 我們其實有很多單一的價值 當他放在市政府的市場 那其實某種程度 必須要跟其他的價值去做一些東西 這有不用理的 第一點 可能政府的主管是優寒 我們在勸負的時候 可能都是工 要去屬客 第二點 我們其實在推動很多公共政策的時候 的確 我們也會面臨到很多的單一而美好的價值 他會遇到衝突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說 我們一個價值 把他實現到百五千百 我們常常很多時候 必須在一些事情上面 我們去做一些妥協 他可能是大家在共同心思 做到過十分 但其他人做總結 我跟他說 我記得一位 上個禮拜 我們落成的 在中央公園 我們全新區的 理科友紀念的主管 我相信還是有一些付出團體他不滿意 他覺得說 你讀書館為什麼 待在這一個公園裡面 可是同樣的 我們還是有很多 這個前進區的里長不滿意 為什麼讀書館從四百度 縮到兩百多年 這個就是 起進步 我們必須要在 我們除了中央公園不砍任何一顆樹 我們繼續讓中央公園的鳳頭蒼蒼 繼續在那邊飛翔之外 我們也是要去兼顧到 我們孩子的這個下一代 我們的知識的傳遞 讓我們的孩子 特別是 可能家庭比較好的孩子 在服務 所以每一個領域的公共測試 事實上越來越複雜 那複雜的結果是怎樣 他可能對個別不同利益的致命 他其實服務得更細膩 可是另外一個結果就是 他政策的清晰度就越來越不高 全國 某種程度 除了我們在脫育上面 可以獲得基本充足的照顧之外 也希望說 我們不要每一個領域 依照他的財務狀況 每一個縣市在做準備競賽 因為民主 再下去還要選市長 如果你看大家面臨市長選舉 那什麼神域津貼啦 育合津貼啦 就三個 三個結合 我一個發兩千不夠 我旁邊那個發五千 民主政治正是常態 那所以他不是說 行政院熱情的院長在推薦這個財務 這是好的 由中央來匡定一個統一的標準 不要讓每個縣市 因為選舉的財務 大家去競相加碼 可是要服務到不同的狀態的 不管是這個新婚 或者是做新生兒的家庭 其實這一個制度的設計 他本身就有一定的複雜性 要說明給清楚 這麼簡單 那更何況 現在網路的社會 他們說我覺得一張 是很壞的 民主社會 民主自由的社會 如果發展到最後 變成是對民主社會一種 傷害的話 我覺得很不好 現在網路其實充斥了非常多的家庭 那很多發展到極致 他可能對民主本身產生的一種傷害 那這一些都有賴我們所有的社團領袖 其實真的大家要去學習 在整個民主社會裡面 我們怎麼樣獨立去判斷一件事情的真偽跟善惡 然後甚至透過我們的影響力 將這個社會裡面 不管說政府比較難懂的一些政策 或者其他 真的把我們的真 把我們的善 傳播給大家 所以 這幾點真的都需要 也感謝 今天特別感謝 真的是感謝 我們所有的社會人領袖 這十二年來 對教育的痛苦 我們希望 真的 跟現在 跟未來的 高雄市政府 然後能夠跟我們所有在座的社團領袖 大家一起共同來做 大家一起來 真的在進步 在開創 我們高雄 從一個重工業城市 走向一個宜居 適合人在任居住 安居樂業的好地方 最要是處 感謝大家 感謝 謝謝 麻煩我們趙向首 就位 那所有的記者朋友們 也一起到台上來 好 首先 我們一直開著正前方 大家跟我們一起喊一個口號 公私其力 無限共同 讚 好 預備 開始 公私其力 共同無限 讚 來 再一個 公私其力 高雄市政最給力 這次來個OK好不好 好 公私其力 高雄市政最給力 OK OK 好 再一個 再一個 我們來個公私其力 高雄建設最亮麗 來個YEAH 公私其力 高雄建設最亮麗 YEA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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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記者朋友們 歡迎大家享用我們今天的美食享夜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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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